今天第一个主题呢 真的是有一种 迎接一种喜事的心情 在看这个报道 因为今天一觉醒来呢 就看到了哇 今天的早上7点38分 嫦娥6号上升器带着月球的样品 从月球的背面起飞了 而且成功的进入预定的环月轨道 嫦娥6号 对 它这个真的是世界的 第一次再度写下历史 嫦娥6号完成世界第一次的月球 背面采样跟起飞 哇 这真的是不得了 了不起的任务 赖老师 这个是所有 我相信海内外全体中华民族的骄傲 他们也会觉得很光荣 中国的探月计划是走难的路 不是走简单的路 很多国家它是走比较简单的路 比较保险 但是简单也做不好 那中国人是走最难的路 但是最难的路也做得最好 真的是不简单 你的意思是说到月球背面 这个叫做挑难的路走 对 月球的背面的南极 观众朋友 您想想看在这地球 这是月球 它的背面通讯怎么办 你通讯不连通 就被月球挡住了 那你怎么去摇杆 怎么去控制 怎么下达指令给它 难道它要全部都自动化吗 也没办法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中国就必须要搭一个雀桥 那雀桥就作为中继卫星 那么由地球雀桥再连接到 这个灯着陆器 灯月器 灯月器跟采样器 就让它卓越 那各位想想这个都是分秒必争 所有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 更何况是当要开始着陆的时候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它没有办法用降落伞 所以它必须要用反作用力 用反作用力 可是你在背面的时候 由于月球的背面 常常都是各种陨石 达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陨石坑特别多 还有就是山脉也特别多 那陨石坑跟山脉都特别多 所以过去俄罗斯曾经 想在背面登月过 也是走难的路 但是撞到这个山脉没了 后来这个苏联就再也没有 就没有下一次了 那这是中国第一次 第一次就成功 所以各位想想 您想一个着陆器 着月器要选定位置 所以那是地面的工程师 跟科学家已经对月球的背面 已经经过很多的研究分析 已经把大体的位置 已经标定好了 然后所以轨道哪个地方 切进去在哪个位置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还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 就越形越貌 还行不行 都要到很好的时候 才让它下来 各位想这不容易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它的不容易地方在哪里 采样 把土采起来 而且还要钻 钻的话是要把岩石 也要拿起来 然后再钻回来 然后其实里面 有个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最重要的地方是把 国旗伸上来 是 就是五星旗 五星旗把它伸上来 今天那个画面 就一播出来 这画面对 就在这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神奇 因为你看看它 这是算机器手臂的 伸出来这小手 然后呢 就第一次可以在月球 动态展示五星旗 观众朋友 月球极冷极热太阳光照 然后所以你要抗热抗寒 而且呢 还要在那个地方能够经久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 我们的棉的 或是什么样的不知不韦 它不是 它是用玄武岩 玄武岩 玄武岩 它把它敲碎溶解 再织出来的 对对对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哪里呢 如果依照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 现行的国际法的原则 我们叫做先占原则 先占原则 所以先到就先 谁先发现 谁先占领 那个地方就是它的 所以严格上来讲 严格的定义上来讲 月球的南极已经属于中国的了 恭喜各位 是是是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里面实在 一方面有太多的第一次 都是史上头一次 而且是全球都看见 然后再加上呢 在刚才你光是从升空 然后登月 就说而且它是在月球的背面 背面南极 这个地方已经是地形 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崎岖不平 然后再加上坑坑洞洞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好 到底要在哪边登月 才比较容易成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我就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当时在登月 要着月的时候呢 哇 其实就稍微有点 这个等一下 对 它在寻找 对 它用激光 对 然后进行3D的扫描 是是 然后解读判断 对对 所以当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一次呢 就说一方面 在采集月壤的时候呢 嫂娥六号也开微博 然后说我正在取这个月壤 它在辛苦的工作中 对 第一时间就可以告诉大家 然后再来呢就是在这个 月球动态展示五星旗的这一刻 也立刻的播出这个画面 让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观看到 感受到这个中国红 就洒在月球的背面了 而且刚好阳光 洒在那个地方 对 感受到这个中国人的骄傲 而且我也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賴老师有谈到的就是 那个棋子确实真的不容易 我看到这个大陆方面 在这一次的这个嫂娥六号 负责嫂娥六号的这个任务的一位 系统的这个工程师 那么他呢就特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谈到重点是说 这棋子是新型的复合材料 跟特殊的工艺制造而成的 而且呢是玄武岩取材制玄武岩 这玄武岩呢是来自于河北 河北先粉碎然后再融化 然后还要再拉丝 这个丝还要拉得够细 细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是一般头发的三分之一细 对 我们讲一般发丝 已经是够细的了 那但是呢他可以拉到这么样的细 细到这个程度 然后再把它呢这个做成线 再织成布 所以才会看到了今天这一面五星旗 让他耐久 对 他才能够耐寒 耐热 耐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 那么能够在这个地方 展现出中国红 中国人的骄傲 真的是很不容易啦 那坦白讲 我就想到说 原来是可以从石头来织布 这不简单 这真的是蛮神奇的 其实插起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是我的啦 那所以各位 因为他是无主人嘛 那现在是我的了 所以中国可以在那地方 去随意的开采 好 重点来了 现在呢既然在登月成功了之后 那我们就想 那接下来的这研究成果 谁能够取得 你光是看到在今天 哎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还有上照片 没有黑黑的啊 是亮亮的 那赖老师你知道之前那个NASA 美国的太空总署的局长 他就说这个因为美国他没有成功嘛 那结果呢当时还说这个月球背面 是黑黑的 结果大家今天一看有吗 还蛮亮的吧 对不对 对 就是说这个说法跟NASA 那个局长说法不太一样啊 就代表他的知识 可能还要占加码精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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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空人出现 他也是很懂太空科学的 但是我觉得懂得还是有限的 不然怎么会判断说 月球的南极是黑黑的呢 是 所以现在呢你看 美国也很想要取得这个成果 美国现在真的是很欧啊 对 因为怎么呢 让中国人 中国的科学家 节足先登了 对 这还得了 因为南极的这些月狼特别宝贵 月壤 月壤 特别宝贵 是哦 因为他可以去探索 这个宇宙的生成的原因 因为他的那个地方的撞击 有很多的陨石在里面 所以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中美 在太空的较量上面 现在又上了另一个台阶啊 可以这么讲啊 美国 美国那现在我就问 他就说他那个成果 他现在能取得吗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申请 有一半以上申请的国家里面 排队的人啊 或是建树 一半是美国人 是 但是我觉得恐怕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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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跟中国有合作的 例如说这个欧洲的航空局 跟中国有合作 我觉得欧洲分享到中国的 这些宝贵的资源 是基地是最高的 然后有法国 法国这次他们的冬的探测仪 冬气 大家知道吗 冬气 就是那个气体的气 但里面写的是冬天的冬 冬气 因为它是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所以他们要去探索 有没有水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法国获得的 几率也很高 另外还有意大利 意大利也有参加 我觉得中东地区里面的 像沙特阿拉伯啦 或者巴基斯坦 我觉得他们获得的可能性 都是比较高的 那不友善的国家像美国 美国当时对中国大陆是极端的 不友善 我觉得美国可能要慢慢 再努力排队 而且要尽快地改变你的态度 以前犯错了就认错 该道歉的就道歉 该赔礼的就赔礼 然后既然要赔礼嘛 先送上礼物 中国收了 当然就会还给你一些礼物吧 我觉得你讲 那礼物太含蓄了啦 基本上就是美国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科学研究的成果 其实是中国大陆 一直也很想要取得的 看看要不要来交换嘛 可以合作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 我想大家也都可以感受到的 那种振奋 事实上呢 这边有个数据提供给大家 这次呢 我们看到在2号的时候 长河6号 成功地登陆到月球的背面 那么呢 展开搜集样本的任务 后来就开始发布 这个着陆的影像 三十八万公里 三十天到达 然后呢 最后落月九百多秒的时间 而这次呢 大家就说 真的是可以打出一个 接近完美的高分数 应该就是完美了 接近完美是 接近完美是 中国的科学家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 但是我觉得 事实上是很完美了 您看美国卓越的位置 是很容易的 但是结果呢 就一只脚跨在岩石上了 所以它那个 然后它的太阳一板 就伸展不开了 被卡住了 所以等于是失败了 然后日本呢 就倒差中 倒下来 倒下来 整个翻过来 那现在翻不过来了 那也是失败了 也是选择在比较容易 卓越的地方 那印度更有趣了 印度刚开始的时候 兴奋到不行啊 结果马上就进入了睡眠 然后就再也叫不起了 那也是失败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那中国是在容易的地方 其实容易也不容易了 但是在相对比较容易的地方 中国都是成功的 但是这次选择最难的地方 也成功了 不得了 讲实在话 好 不过坦白说啦 我真的也很想要知道 我觉得我们也希望看到 更多的一些分析报道 让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别人做不到的 中国大陆做到了 一步一脚印 这就是欧洲的航空局的一个总工 他自己 因为有记者访问他嘛 他怎么看中国 他还没有发射之前的时候 他就说他信心十足 因为欧洲这次他们 也是下了重本 因为做那些东西都很昂贵的 你想想看他如果没有信心 他干嘛要选择 跟中国大陆合作 对 然后这个时候记者问他说 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他说中国的路线图 都是很扎实的 对 他用road map 对 就是都很扎实的 然后他又说 中国都是一步一步走的 所以中国的过去的记录里面 他几乎都是完美的 对 那跟其他的国家 他没有点名美国了 他说跟其他的国家 就不点名了 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觉得 中国的成功的几率是最高的 因此对于他来讲 他充满了信心 所以他很愿意下重本 因为中国是载具 那他是有一部分的探测仪 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 那探测仪都很贵了 所以他很愿意 投资在中国上面 不过他有个担心 他担心到最后 美国会匆匆做梗 哈哈 还想干嘛 因为中国 因为俄国的上议院 就是联邦委员会 国会里面的上议院 已经批准了 这个跟中国合作的探浴计划 那俄国已经批准了 那也就是说俄国政府 一直要跟中国合作来探浴 那他现在上议院也批准了 批准了以后 现在欧洲在讲说 如果中国跟俄国合作的话 那就会影响中国 跟我们欧洲的合作 可是我觉得 这胡说八道嘛 这句话 这句话我就不同意 那个欧洲 尤其是反中的媒体记者 他的评论 因为这句话 是反中媒体记者评论出来的 那是德国的反中媒体记者 德国的反中媒体 他本身 而且是官方的 我想你已经猜出是哪一家媒体了 德国的反中媒体 官方的他就说 中国如果跟俄国合作 那欧洲就不可能跟中国合作 我说你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那国际太空战 你们现在不是跟俄国合作吗 对 那你为什么可以跟俄国合作 美国可以跟俄国合作 到现在 俄乌战争还在打 然后你欧洲跟美国 中国还不是跟俄国合作 对 那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跟俄国合作 是啊 你可以做我们不能做 我们做了就变成 我们两边的关系就搞坏了 这岂有此理 所以就是不合逻辑嘛 对那就不合作就算了嘛 那不是那要么就是说 这些欧洲的国家 正在跟中国大陆合作的 那就说那你美国可以先 不要去跟俄罗斯合作 对啊 试看看 那不行啊 那美国的太空人就下不来了 哦他下不来 这真麻烦了 因为他没有大的发动机 是是 美国没有大的这个 登月的这个火箭的发动机 他是向俄国买的 是是是 那你说叫美国怎么办 那不行 所以那一定还是 碍于现实考量啦 对啊 所以这个逻辑说不通 说不通 所以接下来恐怕呢 会有更多 因为这次的成功 这样的一个创举 很可能呢 又会引来更多 想要加入与中国合作 站对中国的这个国家了 这些科学家们 现在真的是什么 眼巴巴 然后呢 这美国是在流口水啊 对不对 美国现在说 眼睛看着我 灯光打到我这里来 聚光灯往我这边打 我还是NASA 往我这边打 但我觉得不容易啦 好就是说 美国可能要加紧脚步了啦 因为看起来中国 真的是飞得很快啊 而且是扎扎实实 就踏上了这月球的背面 完成了美国的心愿 对不对 让中国人来 帮美国人来完成这个心愿 但是他拿不到月囊啊 好吧 那就请他多多的努力啊 是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 形势比人强嘛 真的 该低头就低头嘛 而且这种动力有的时候 是要靠激发的 对啊 但是美国可以低头啦 低头也不丢脸嘛 对不对 来我 我也谢谢我们的 线上的网友们 来啊 这个包括 谢谢您您的斗内留言说 现在NASA局长都政治官僚 好谢谢啦 然后呢还有这个 Han Wong Han Wong也写 秦迁武安 每航母被胡塞攻击 有千里之蹄 退于乙穴的效果 这个就是接下来 马上要请教赖老师的主题了 也谢谢易龙 说周二下午 秦迁优先大家午安 非常非常的感谢 还有许多的这个留言 我就实在没办法 好好地顾好 平常 跟赖老师有时候 自己在家里面直播的时候 我就可以怎么 好整以暇的 在那里一个一个看 但是现在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我要负责发问 跟赖老师一起来讨论 是的 没错 好来我继续忙 您特别辛苦 那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 那我就再讲一句 再啰嗦一下 就请大家按赞 好不要忘记帮我们推播 好谢谢谢谢大家 再来呢 这个就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了 我们呢当然一方面 今天是开心的心情了 就是说看到这个 那这个大陆又完成了 一个太空的创举 不过呢说实在的 当美国在那里跺脚 在那里垂心肝 就是说在这个太空呢 登月这件事情 实在是比不上这个 中国大陆的科技的速度了 但是呢现在来看看 那军事方面 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 美国呢你说海军 现在你之前也分析过 输给中国了 对总数量 对不对 他现在赢的就是 就总盾位 总盾位嘛 就是因为有 11个航母战斗群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航母了 这个航母到底是不是 坚不可摧 那我们当然是讲 你如果说是面对 强大的解放军 一旦是要中美的这个较量的话 那很难讲哦 搞不好这个美国的航母 也未必是对手 对因为如果看到超高音速 而且是精准制导的 这种导弹 例如说东风16啦 27啦 那基本上来讲 它的防卫就很吃力了 但是如果对一般的 不是超高音速的导弹 特别是对于无人机来说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来讲 是比较容易的 好所以现在 胡塞又出导弹 又发无人机是谁呢 那就说胡塞组织啊 各位我们要问的是 胡塞组织 它是什么样的能耐 竟然说 他们击中美国的航母 而且这个航母有名有姓 叫做艾森豪威尔号 真的是这样吗 在第一时间 当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感到相当的震惊 因为呢这个美国这个航母 它是核动力航母 对 感觉呢这可是不同于一般啊 不是什么一般的船舰啊 但是现在呢这个胡塞 他们说24小时之内 两次打击美国的航母 而且还是这个艾森豪威尔号 那我们也感到就非常的好奇了 那么呢 但第一时间也很想知道说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后来呢大家就在关注说 网络上面确实是有很多的视频 视频有看到被击中 还有这个冒烟的 然后还有照片 看起来好像也是被击中 有受损 那但是最主要的呢 其实最奇怪的 我要说最奇怪的是什么 是这个艾森豪航母的舰长 它在干嘛 因为它有发X 在社群平台上面 总该回应个一两句嘛 结果它第一时间它回应是什么呢 给你看它厨房的照片 上面有好多的面包 然后呢这个影片 后来我们看到 6月1号那时候 看到了也怪怪的 因为那个视频呢 它好像就是 永远是固定的视角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上面呢 你就发现到就是说 它好像等于是po了视频 但也没有回答些什么 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因为在今天稍早 就几个小时前 他又发了这个最新的视频了 然后一样 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舰长 坐在这个舰桥上 然后呢就看着这个战机啊 就这样子降落甲板 就如此而已 没说别的了 因为是这样子了 我判断这个胡塞组织 有打但是没有中 有打没中 有打没中 过去一般的小国 是不太敢打美国的航母 不太敢打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会遭受 美国航母舰载机的报复 反击 攻击 所以他们通常打了以后 你的目标一暴露 那个舰载机就过来了 原因很简单 观众朋友 就是这个最新的视频啊 航母通常在航行 在执行勤募的时候 它并不是没有 带刀护卫保护它 它的带刀护卫是很严密的 要保护它 因为它一个这么大 快头的一个航母 它基本上来讲 没有带刀四位是不可能的 那带刀四位里面 当然包括导弹驱逐舰跟 护卫舰 还有在水井下的 这个核动力潜舰 可是还有一个 是二四小时 一定要一直待命的 那也就是舰载机 那舰载机 就一直要在 航母的外围 外圈里面 要在这个地方 来警戒巡逻 保护航母的安全 那通常是这样 如果说有人去攻打 美国的航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了对方攻打我 那他们的舰载机 那么就会出动 去攻打打航母的 那一个国家 它的军事武装 所以通常一般的国家 他们就比较少 会敢去打 这个美国的航母 可是胡塞组织敢打 这个就代表什么 这已经代表 美国的航母不被打的 这神话已经被打破了 而且被打破 竟然是由胡塞组织 所为 这个就是你讲的 就是 他有这个能耐 有这个能耐 他有这些家伙吗 摧毁得了吗 那目前是没打到 我估计是没打到 因为如果打到的话 一般来讲 为了安全起舰 舰载机是不能起飞 为什么呢 各位观众朋友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画面 我想你有登录过 这个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那他们的地形人员 都要排成一大排 一段时间 就要这样子 从头到尾走一趟 就是要去把那些小碎片 都要剪掉 对不对 他们一定要轻嘛 为什么 因为航母的飞机 你想想看 速度那么快起飞 跟那么快降落的话 如果有一些碎片 扎到的轮胎一爆的话 那不得了 那飞机马上请劫就掉海了 或是撞到舰桥 所以基本上来讲 是一定要很干净的 那你想 这个舰长 为什么要拍这个新的影片 就是告诉你说 我的航母还在正常的起降 就代表我的甲板 干净的不得了 没有任何碎片 那就不可能被打到 被打到就起飞不了了 对 没错 所以那个影片就是造假 可是我们在强调 他有被打 但是没被打到 而且是两次 然后呢是导弹跟无人机 一般来讲应该是六架次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那我们就问说 那美国为什么不报复 报复他们 问题就在胡塞在哪里 对 胡塞在哪里 胡塞在哪里 像游击队 对 他是游击队 像幽灵一般 是 把完了他就跑了 然后就是变成是 美国不知道打谁 第一个 然后要怎么打 然后打了以后呢 他本身又有风险 因为他很有可能 又会受到 反空飞弹的打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地方 就在于浪费子弹 因为每一枚 每一枚炮弹都很贵 就是那种导弹都很贵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就问说 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为什么不登陆到越门 去跟胡塞组织对打 美国跟英国也不敢 为什么 因为 一上去以后 基本上来讲 打赢的几率是很低的 而且会卷入另外一场 跟阿富汗的战争一样 那是噩梦啊 还要再做一次吗 是的 然后最后呢 灰头土脸的撤走 所以占领不了 控制不了 然后也阻止不了 就只好一直不停的挨打 然后等到有一天 如果真的有一枚成功了 钻进去了 那蹦一下子 那美国的颜面就丢光了 从此以后 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不会再怕美国了 好好好 我们还是先相信一下 就是说今天至少看到 这个舰长他发的 那个最新的视频 因为看到他还是 有正常的降落 那刚刚賴老师就讲就是说 如果以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 主要这个影片确实是真的 就是说是今天最新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就说 他其实是并没有受损 因为如果真受损的话呢 就不会发生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这个纯粹就是旧影片 论影片 而且呢其实 他其实外围也都有一些什么 军机啦 军舰啦 在寻绕 所以就是说 你要真的去打也不是那么容易 打那个死神无人机 可能比较容易啦 因为一个月以来 居然就有三次 让胡赛好开心啊 哇 美军那个了不起的 这个死神无人机 我胡赛也能够击中 非常的振奋 在那里欢呼 那但是呢 毕竟这是核动力航母的话 可能难度就比较高一点 除了在刚才看到 那舰长发的视频 我也补充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呢其实呢也是看到有网友 那他们呢是在这个网站上 是欧盟哨兵2A卫星 说拍到的这个 美国的这一艘航母 然后那个照片显示 它仍然还是有正常的补给 没错 所以呢这个 就说实在的 网路上面啊 不论是照片影片啊 真真假假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 就会看看好吧 那舰长怎么说 舰长怎么就是 不会正面的回应 这真的实在是让人就觉得 你也很奇怪啊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其实呢也看到 他们有对于大家的猜测 发布了声明 说确认胡赛武装 最近是从掌控区 向雅丁湾跟鸿海 发射反舰飞弹与无人机 但并没有美军或盟军的军舰 有任何的伤亡 或者是因为攻击导致的 损失 然后还强调说 是他们有摧毁几架 胡赛的无人机啦 是说我们没有被摧毁 但是呢是胡赛他们有受伤 因为你总不能叫那个舰长 那个航母的舰长说 有啊 他有打我啊 嘿嘿嘿 没打错 因为讲那个话 其实也是挺不光彩的 很不光彩啊 因为美国的航母 被胡赛组织打了 但是没打到 那如果有一天打到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i know you would have to... i know you would have to have a